ok啊 那么知道了主从之后啊 下面呢 还有一个叫做 Redis的集权啊 Redis的集权 ok啊 那么 这个时候啊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啊 为什么需要这个集权 那么 首先 就是啊 你的用户量过大的时候 假如说你的网站只有一台服务器 对吧 假如说你的网站只有一台服务器啊 用户量过大的话 那么你的服务器呢 它的处理能力呢 是有限的啊 有限的 如果很多用户同时访问的话 你这个服务呢 就可能直接挂掉啊 服务器直接挂掉 对吧 尤其是像昨天这样一个剁手的日子 对不对 那么 大家呢 一起去抢这个东西 那么 假如说这个淘宝只有一台服务器的话啊 它肯定是扛不住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大公司呢 一般在很多个地区呢 它都有它的服务器的机房啊 它那就是按厂房来说的 对吧 多大啊 里面有各种服务器啊 那么这些服务器呢 就是通过这个网线呢 进行连接的啊 这些服务器之间 共同对外提供服务 它就是一个集群啊 有集群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处理的性能啊 提高服务器处理的性能 这是集群 那么 那么 首先 下面呢 就是 什么是集群啊 集群呢 你注意啊 它就是啊 一组 相互独立的啊 相互独立的啊 其实 其实呢 是一台又一台的机器 只不过这些机器之间呢 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 连接的啊 它们呢 就构成了一个组 共同的对外提供服务啊 那么 共同的对外提供服务 给外界感觉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服务器啊 这就是集群的概念 集群 那么你注意在这边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啊 集群 那么它呢 就是一组 那么 通过啊 通过 网络啊 网络 连接的 计算机 计算机 那么 共同对外提供服务啊 共同 对外 提供 服务啊 就是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像啊 像是一个独立的 服务器啊 像是一个 像是啊 像一个啊 这个 独立的啊 服务器 那么 这个呢 它呢 就是一个 集群的 概念啊 就是集群的概念 什么是集群啊 集群它的目的呢 就是提高它的一个处理的性能啊 有活儿对吧 你自己干 肯定没有大家一起干啊 要快啊 要快 OK 那么 这是这个集群的概念啊 那么 我们在上面呢 给大家说的啊 这是我们 有服务器的集群 那么 我们Redis里面呢 也有Redis之间的一个集群啊 那么 Redis的集群呢 哎 那么 首先 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个Redis的集群 对吧 然后呢 你还是去看到我们上面画的这个图 哎 对吧 我现在我要写数据 我就往它里面写 对不对 那假如说我这个用户量过大的话 他自己忙过来忙不过来 对吧 他忙不过来啊 如果用户量特别大的话 一个主服务呢 他是忙不过来的 哎 这个时候为了去分担他的压力呢 你就可以呢 再来一些服务 对不对 哎 把这些服务呢 把它通过网线呢 给它串起来 他们就成 共同的去对外存储 他们就成为了一个集群啊 成为了一个集群 OK 那 在我们这个Redis集群的话 你注意 在这里面这个Redis集群的话 它分为两种啊 第一种呢 叫做软件层面啊 第二种呢 叫做硬件层面啊 什么叫软件层面啊 其实呢 只有一台电脑啊 其实只有一台电脑 只不过在这台电脑上 启动了多个Redis的服务 那么把这些服务之间呢 组成一个集群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软件层面的集群呢 有一个坏处啊 就是一旦你这个机器坏掉的话 这整个集群呢 是不能工作的啊 整个集群不能工作的 哎 这是一软件层面的集群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叫做硬件层面的集群 其实在这个集群里面呢 有多个计算机 哎 只不过这多个计算机呢 可以通过这个网 网线呢 进行一个连接 对吧 我在每一个电脑上呢 启动一个Redis服务 或者是多个Redis服务 然后把这些计算机上面的Redis服务呢 把它组成一个集群 好 这样的话 即使对吧 你即使哎 这里面有很多台 这个给挂掉之后呢 哎 其他的是不是不影响 对吧 哎 其他不影响啊 同样的话 集群的扩展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比如说我我就可以呢 在这个里面 在这里面再加一个网线啊 也让他连上这个网络啊 进入这个集群啊 那么就相当一个扩展啊 在集群的一个扩展啊 这是我们Redis的这个集群啊 这个集群 那么Redis集群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他呢 就是为了提高这个对外啊 服务的一个能力啊 处理的一个能力 其实我们 Hassan 感谢观看